DADDY, 笑一下,媽咪,媽咪, 靠著DADDY, OK,好,來個,來個看, OK 嘩哈哈,我終於四款都有齊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呢? 原因是上一次我做6200的配件的時候,我說6系和7系差不多 多得後來有位網友叫John Leung 他說給我聽6系和7系的尺寸有少少那麼多分別 那我想一下又是,我寄了那麼多6200的配件出去 萬一別人家是用7系的,不對怎麼辦? 於是我又四處尋尋尾尾尾,看看找不找到一個7系的口罩 從Day1開始上網都訂不到,五金店更加買不到 誰知道很幸運讓我看到Facebook有人買出來 終於就約了網友在地鐵站交收 還用很低很低的價錢買到這個7502口罩 所以今天我正正要告訴你6200和7502的分別 到節目最後我還會分享一下選用外科口罩的心得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後 提提大家,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請按叮噹 亦都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之前那段影片我都說過單罐口罩 即是HF52和3200的分別 一個本身有出氣的罩,一個要自己打人 這裏不多詳細解釋了 這兩種配件我一直都有打印送給人的 前後都有二三百人用過,都沒有接受過什麼投訴 而且我亦都將設計放在Thinkiverse上高 懂得自由點打印的朋友 就可以自己上Thinkiverse 下載下來自己打印 不懂打印 或者已經問過卡洛斯將要想學打印的朋友 你都要關注這個Thinkiverse的網站 因為Thinkiverse是給一些喜歡設計的朋友 上載自己作品的地方 你隨時可以在平台找到很多自己適用的東西 將來你設定打印就可以下載下來打印了 那卡洛斯雖然不多放作品上去 但這幾個口罩配件都已經放了上去 後來,當我得到這個6200的口罩之後 我又設計了另一套配件給他用 我還給了一個Google Form給大家申請免費訂製一套 但暫時來說,記出了不是很多 而是正正因為我手上只得一個6200 我擔心它不是真是Universal 每一種6系、7系都適用 所以暫時都未上Thinkiverse 好啦,到我真的買到這個7502回來啦 我看看這個卡扣真的跟6200沒什麼大分別 而將這個2091裝進去,兩者都裝到呀 好,那我把之前的設計 在6200拆出來 裝上去7502看看吧 死!裝不到! 為什麼呢? 既然要一勞永逸 只好認真地再量度一次吧 6200是21.23 7200的圈是21.49 真的差了一點 所以裝不到下是有理由的 唯有一個辦法 我們現在就先用這個手工 把它收拾一下吧 其實這個邊不是窗差太多了 主要就是三個卡位的位置要坐一坐 坐0.5mm左右 好啦,現在呢 就真的安裝到下去了 原來只是差那麼少 而在安裝過程呢 我又真的發現了一件事 真是一分錢一分貨 75002的設計是比6200好一點的 記得上一次我們說 6200是要放一塊這樣的軟膠 去墊住它 令它不漏氣的嘛 而7200就不同了 它是一體化的設計 根本就不需要裝一個軟膠圈 因為補出來的直膠外殼 就已經包了這個圈了 而還有就是你再比較一下卡位 這個卡位 6200的卡位是平的 而7200的卡位呢 再有個斜邊 所以扭進去6200是有點難度的 卡住很難扭進去的 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哎呀 才扭到進去 而在7200上呢 就非常容易了 既然用手工改動成功放得入 又可以安裝又可以用得 就真的要回去設計圖裏 修改大一點點了 然後呢 再排好一次過打印兩套出來 好了 同一個設計打印兩套出來 分辨桿裝在6200和7502上面 這次我真真正可以說 我的設計呢 是可以同時用於6系和7系了 上次我試帶完6200回來呢 我說都是寧願用回HF52 後來我知道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呢 6200是個細碼 而7502就不一樣了 二字尾就是比算是一個中碼 你只看一看大小就知道 所以這個碼應該更加適合我的 而我還有留意到 連條帶都是一體式設計的 由後面這條帶 扭上來 所以扭上來這邊 照計 整個設計上呢 是很完美的 這次應該不算是心理作用 真的呼吸得很好 好 等我又帶到外面試一下 嘩 好東西喔 這個真的非常好 我覺得 吸到新鮮空氣 哈哈哈哈 嘟嘴呢 不會嘟到 以前呢 用那個HF52 嘟嘴呢 會掉到前面 因為它呢 厚一點 嗯 很舒服啊 感覺 還有 對了 濕氣兩邊都很好 自己用得很鮮 叫笑給人嘛 對不對 剛剛有個 認識了幾十年的朋友 問我這樣 錄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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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噴都不錯了 好了 現在回來 現在有這麼多個選擇 上次我說不用6200 要用HF52 今次我收回了 我發現7502是the best 還有一樣東西呢 你有沒有留意到 6200的出氣口呢 是向著前面噴的 所以很多網友說 叫我設計多個罩罩 但是7502的設計 就像HF52 在下面出氣 噴到別人的問題 小一點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一個7502 在網上買 是300多至400多 我今次這麼便宜 買回來 以後不用就笨了 好了 最後找回收 節目前 跟大家說過 選擇這個外科口罩的心得 在我家 曾經出現過這兩款 一款是藍色的 一款是綠色的 兩款我都曾經展開過 來使用 但後來卡路斯法局 我的設計 適合藍色的衣服 多於綠色的衣服 因為我用藍色的衣服 很合適 用綠色的衣服 會鬆脫 但在盒子上 兩款都是寫著三層的口罩 我現在把它剪開 做一個檢驗 藍色的衣服是怎樣 一層 第二層 這個第三層 原來還有乾坤 還可以撕開 哎呀 怪不知 原來它說就是三層 其實是四層的 相對來說 你看看綠色這個 防水層是綠色的 再下去 這層是防滾 接著就是吸水 好了 很明顯 藍色的衣服多了一層 綠色的小感一層 雖然說大家都是三層口罩 藍色是厚一點的 而卡路斯的設計 似乎是適合藍色好一點 如果大家真的買了綠色的衣服 可能要自己想些方法 在旁邊的衣服 才會緊 雖然在這一刻 卡路斯也是剪口罩來用 不過我還有一個想法 因為既然我現在已經有飛活盾牌了 似乎免的防水層是沒有用 假設我能夠買到一些防菌的布料回來 其實我根本連口罩都不需要剪 在這裡希望大家能夠集思廣益 幫一下卡路斯 看看大家應該能夠找到 這個口罩中層的防菌布料回來 你找到畫得給我聽 能夠用 我一定送一份禮物給你 最後都是希望大家支持卡路斯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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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LIKE和評語